对于古天乐,导演刘猛评价说,一个大写的人,一个值得钦佩的演员。 古天乐出生于香港,没有念过多少书,15岁时便进入社会打拼。 他做搬运工和麦当劳的服务员,16岁的时候又去服装店当售货员,保安。 直到1991年,他陆陆续续参与歌手MV的录制才慢慢被人知晓。 1994年被KVB选中之后,他跑过许多龙套。 直到后来第一次当主角,出演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,从此一炮而红。 天地难而,圆月弯刀,乾隆大地,创世纪,寻情纪。 一部部的电视剧印证了他的成长道路。 这么多年以来,古天乐一直是单身,非文极少。 他的日常除了工作就工作,很少聊别的东西。 他不善言辞,是一个很闷的人。 古天乐向往婚姻,他羡慕自己父母的爱情。 想找一个可以一起看电视的人。 他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就是TVB的女星黄继莹。 那个时候,古天乐凭借杨过的角色红遍了大街小巷。 于是他的不堪过往也被媒体挖了出来。 原来古天乐刚刚出社会闯荡的时候。 因为年轻不懂事坐过牢,众人震惊之余。 纷纷用不一样的眼神看他,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他。 古天乐说。 当时,根本没有人敢走近我,我什么自信也没有。 除了开场拍戏外,我一点也不敢不出场去。 在公司连买饭都不敢,自己一个人,坐在一边。 不敢对别人说话,更不敢想象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。 我以为,我会从此在这行消失。 恐怕那是古天乐一生中最骆驼,最不堪的时候吧。 是黄继莹的出现拯救了他。 古天乐说,我好重情义,谁在我患难时。 帮过我一把,我一定会记一辈子。 黄继莹在我最失信心的时候,又听我讲。 又帮我去买饭,完全没有用另类眼光来看我。 这种事,当时有谁做得到。 他们在一起七年后,最终还是分手了。 分手后,黄继莹还不断对外称赞他的好。 古天乐却觉得很对不起他,依然会在经济上自助黄继莹。 在明星界,古天乐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泉流,非常与众不同。 前段时间古天乐因为手机而上了热搜。 是九年前的翻盖机,款式老旧,引来网友嘲讽。 但更多人的态度是力挺,认为除了太阳,连月亮都不能黑他。 这可能是娱乐圈中绝无仅有的号召力与感染力。 但称其这份好人缘的,从来都不是那张蛊惑众生的脸。 有人做过统计,在过去的十六年里,古天乐一共接了六十部左右的电影。 其中竟有一半是低于六分的,也就是说。 他的烂片产量已经达到了平均一年二部。 杜琪峰曾经劝过他要少接戏,委婉地暗示他别拍烂片。 古天乐却说,我要拍戏,有很多人需要我。 很多人? 谁? 是谁在逼着曾经的市地接烂片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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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他捐建的学校名单,截止到2016年12月,已经有94所了。 这么长的名单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 不仅如此,他还在贫困山区建了18所卫生院,750口爱心水教,水井。 有朋友调侃古天乐,如果古天乐又拍电影了,那么他是又缺钱建学校了。 他做得很低调,为了避免媒体跟踪报道。 从不在现场出现,但整个工程他都会亲自过问。 保证每一个项目都顺利完工。 有意思的是,记者去到古天乐捐建的学校。 随手拉住一个孩子采访,你认识古天乐吗? 详细都不得了。 详细都不得了。